小米公司近年来致力于提升品牌形象 特别是在手机产品线方面 致力于高端化 小米12S系列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其影像提升很大 配合上骁龙8正一家芯片的稳定和高效性 小米12S除了被冲为安卓之工并受到市场欢迎 虽然全面的安卓机型尚未全球开售 但预计将在今年发布的小米13奥 除了将在影像方面有大幅度提升 备受期待 小米13奥除了将搭载骁龙8正2芯片 和IMX989超大底传感器等配置 配备莱卡的双画质和OIS光学防抖 以及一枚可以达到120X光学变焦的前望式长焦镜头 像素达到5000万 这些配置让小米13奥除了在拍照方面有着强大的优势 无论是白天还是夜晚 无论是近景还是远景 都能拍出清晰细腻的照片 小米13奥除了还支持8K视频录制和ASDR10家显示 让视频拍摄和观看更加震撼 虽然小米13系列已经发布 但小米12s奥除了仍然值得购入 外观有辨识度 配置丰富 影像方面表现出色 小米12s奥除了也搭载了IMX989传感器和莱卡加持的四色系统 其中主色为一亿像素 支持OIS光学防抖和ASDR10家显示 小米12s奥除了还有一枚可以达到50iX光学变焦的长焦镜头 可以拍出超远距离的物体 小米12s奥除了的影像表现不输于旗舰机型 而且价格更加清明 总之小米12s奥除和小米13奥除都是高端安卓机型 在影像方面有着不俗的表现 如果你想要体验最新的技术和配置 可以选择小米13奥除了 如果你想要性价比更高的机型 可以选择小米12s奥除了 无论你选择哪一款 你都不会失望